大家好 欢迎回来 那么在我们这部分课程内容里面呢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我们AMS广告的部分 AMS广告的部分 那这个跟大家重剧讲三个点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headline广告呢 我们可以加入品牌词去引流了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PD广告 我们可以单产品多组多开 然后呢奖赞我们全部的关联位置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headline广告和PD广告呢 它会跟我们的CPC的广告有点差异啊 有点差异 它不会去识别我们的附属或者评写错误 那么关于AMS广告呢 其实啊其实就是说 我们很多卖家呢想之前去开V1 或者说现在呢也想开VC 但实际上啊 实际上这个 我们通过后台呢 如果说我们想用的话 通过后台其实也可以通过客服的一个形式 通过客服的一个形式 我们可以去尝试申请 尝试申请也有机会能够把它拿到 如果说实在申请不到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去拿一个VC账号回来 VC账号现在呢也并不是太贵或者怎么样 这个广告呢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有非常好的帮助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AMS的整个界面 它也分成sponsor的广告 Headline广告和product display广告 Headline search呢 这个在我们后台也可以有了 也可以有了 那么也可以在后台去用 那么PD广告呢 这个就是它所展示的位置呢 就是说在我们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片呢也可以看到 它是在购物车下方啊 购物车下方有一个展示位置 那么我们主要呢 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跟大家去演示一下啊 怎么样去操作 那么在AMS里面 我们如果说要做Headline search广告 我们首先呢选中 选中Headline search广告 那么呢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creative page 然后选入我们的产品 选入我们的产品 选择完了以后 我们选择搜索 选择搜索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输入Anchor 作为一个样本案例 作为一个样本案例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至少要选择三个产品啊 至少要选择三个产品 才能够启动我们的这个广告 启动我们整体的广告 然后呢 这个产品我们选择的时候 不一定是要同一个产品啊 你同一个系列的产品也可以 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当我们选择完了以后呢 这个到这个位置 就是说和我们的CPC比较像了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广告 命名一个名字 然后呢 设置一个预算啊 每天的预算 当然再接下来呢 就会有一个差异性的部分 比如说 我们的广告呢 是马上开始呢 还是说是我们选择一个 固定的时间开始 这个是和CPC广告 有一点小的差异的部分 那么做完这些之后 我们就要接下来 就要去选择我们的关键词了 那么这个关键词呢 就会比较像是 我们手动广告里面的关键词 选择系统也会推送一部分 那么关于系统推送的部分呢 我们就不去跟大家细说 因为这个是很浅显的一个部分 我们重点跟大家讲的呢 是我们在 海外社区广告里面 我们选择自己去推送关键词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一个好处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关键词的 这个页面里面 我们看到 我们填入一个关键词组 然后呢 它会帮我们标注 有流量的一些差异 标注一些流量的差异 比如说有些是高流量 有些是中的流量 有些是低流量 那这不同的流量呢 可以给我们带来 不同的关键词的转化 不同关键词的转化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把自己选中的 关键词放到这个地方来 去测试我们关键词 是否是处于一个 高流量的关键词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开始课程的时候 有说过 我们可以把目标对手的品牌 目标对手的品牌词 甚至于他们的 一些核心关键词 都可以放进来 都可以放进来 当然我们要知道 在CBC里面 我们不可以把竞争对手的品牌 放到你的广告位置里 这个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 在helloin社区广告里面 这个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 你比如说你甚至于说 你可以把安可的品牌 泽宝的品牌 或者说其他的各个大佬的品牌 都放进去 那这样呢 当用户去搜索 他们的品牌的时候 我们的广告也有机会出现 也有机会出现 因为对方的品牌呢 已经有一定的品牌效应了 并且这些品牌呢 都是自带流量的 自带流量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 通过这种方式 把我们的广告 更大范围的去覆盖进去 那么当我们把那部分内容 填完了以后 填完了以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回到这个页 进入到这个页面来看 就是说在后台 你可以看到 在后台你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choose an image这里 那么你会要选择一个主图 然后呢 product images这里 这三个图的位置 是可以调换的啊 可以调换的 也可以重新选择的 那么这个选择呢 就取决于 你所选择的这一部分产品 具体是怎么样去用的 怎么样去用的 关于brand name呢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去填写 这个brand name呢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品牌 品牌名啊 品牌名 然后呢 在下方 headline这里 这个就需要大家 给自己的产品 写一个非常简短 非常优质的一段文字 凸显出你的整个产品的特点 整个产品的特点 当然呢 我们在这个部分 也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 在headline search广告里面 它没办法自动识别复述 或者是错别字 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我们设置 关键词的时候 把一些单词可能出现的 差异性的写法 复数的写法 和常见的 可能出现错别字的这些部分呢 我们把它同时填入进去 比如说一个经典的词 就是说Christmas Christmas呢 正常的单词是C开头 但是很多卖家呢 会写一个xmas 这个呢 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经典的案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当一切填写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 提交 选择提交 然后广告呢 它会经过一到两个工作日的 审核 审核通过以后 它就会自动开始了 那么这个呢 是Headline Search广告 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 PD广告 PD广告呢 它是有两个功能 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目标链接 可以选择目标链接 它大概是能够展示的位置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用户 目标类目用户 什么叫目标类目用户呢 比如说我们的产品是一个家居型的产品 那么我们的产品就可以选择 只要用户浏览家居类目的时候 我们的产品都可以去匹配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方式 一个选择方式 那么首先呢 我们选择 我们去选择一个叫功能 我们选择产品 我们以产品为导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下面的搜索框里面填入一个关键词 或者说UPC 然后进行搜索 那大家记得啊 我们首先 首先我们上面选择的这个 比如说Chose product or deal to advise 当你选择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用呢 选择上面的这个是选择你自己的产品 选择你自己的产品 然后呢去进行推送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在下方有这个Tagging Type 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是选择一个产品 或者说呢 是选择一个类目 选择一个类目 那我们通常选择特殊的产品 那么接下来往下呢 就是说当我们选择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个关键词的填入 那么再进行搜索 我们知道 我们要知道一个数据啊 单次 你单次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一个产品的可以打到756个 756个关键词 756个关键词所对应的链接下 比如说你一次可以给你的产品 匹配756个链接 可以往下去打广告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多组广告 然后呢 不断的扩张我们的覆盖面 不断的扩张我们的覆盖面 然后呢 完成我们的广告的大范围的铺设 当然有一点啊 有一点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广告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不要给竞品去做 也不要给同类产品去做 比如说我们是卖手机壳 或者说我们是卖数据线 那我们就按照手机壳来说吧 我们手机壳最好的广告位置呢 不是在其他的手机壳下面 而是 而是把我们的手机壳打到 手机的下面 移动电源的下面 数据线的下面 这个才是我们最好的广告位置 不要把你的手机壳打到 其他的手机壳下面 那只会形成额外的竞争 并不会带来任何好的转化 当然这个方式呢 其实我们后面 跟大家讲到FBT等等这些事情 那这个其实呢 它和FBT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效果 如果说你的产品是打在匹配的 或者说是可以相应购买的这些产品下呢 它的功能其实和FBT是一样的 也可以获取到关联购买的一些好的效果 好的效果 那当我们选择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说关键词下 我们把我们所选中的链接呢 直接选中进去 然后也是和之前一样 命名 然后设一个单次点击的费用 在一个 单天的预算 在一个呢 就是说 是马上开始 还是说是选择一个时间具体开始 那么在这里呢 在去铺设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知道了 这儿 我们就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headline 你依然还是要写一个 然后呢 brand name你要去写一个 那么它中间多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平台是希望我们通过一个简短的话语去描述你的产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我们要给自己的品牌设置一个logo 设置一个logo 然后把我们的logo上传到这个位置 一定要有logo啊 没有logo是不可以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节课程的全部内容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整个广告的使用方式 包括广告的使用技巧 怎么样快速把广告推到首页 怎么样低成本把广告推到首页 然后怎么样呢 去保护我们的广告不被攻击 包括我们怎么样针对匹配型的产品和独立型的产品去做广告推动 然后呢 也为大家介绍到我们AMS广告去怎么样去使用 我们的PD广告 我们的HelineSearch广告 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使用上的技巧 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快速的占取我们的核心流量 快速的占领我们的分支流量 并且呢 额外的去获取呢 我们的精准流量 然后让我们的链接 一直处在非常好的流量引入的一个动作环节里面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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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